中方街 看着后面这个波叔放出来的酒楼 就是这个新田地街 就是这个大单边 和中方街交界的位置 看到后面有没有落落 后面这个大单边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消费力弱点 消费力弱点 就是这个差館的对面 就是良鲜利的尼泰社区中心对面 然后看到这个位置 这个大单边的地铺 就加上一楼和这个二楼 一楼就比较大一点 好 再看一点 好 大家好 现在说的是2021年6月1日 6月份快乐 早上的10点44分 星期二 波叔 真是后人 都很决心 我知道他走货很决心 最近历谷的这间酒楼 刚刚就全走货了 大概是8100万 就说的是油麻地 新田地阶 142至144号的地下 这个至二楼 叫做这个 叫做喜宴这个酒家 喜宴这个酒家 就卖了大概8100万 今早收到空 我未肯 未100% confirm 市传 但我知道最近 每个都在这间店 地铺是2446尺 一楼是5079尺 二楼是505尺 合共是8030尺 租金是187800元 回报大概是2.78厘 这里原本叫价 是8500万左右 这个位置就是新田地街 和仲方街的大单边 对到正梁显里 这个社区中心 油麻地那里 人流就不差的 不过以前我老爸 在这里和人家合伙 开过一间 这个凤城酒楼 听说大消费力 极低 这个位置 但始终大间 一分钱一分货 每次是一万元 你想怎样 九龙市中心位置 但今早市传 to be confirmed 我不敢完全肯定 有时你知道 波速一些货 比较浮少少 刚刚我也收到空 这个 之前说 卖了洗衣街165号 最终都没卖 现在又在市场 又卖出来 之前说6000万 留了 这里一吹上去 有人建议 搞个汤墙 汤墙到100间 每间80只 卖二三百万 马上赚两三倍 提供两厘 五厘保证回报 我就说不要搞了 我有三个女人 第一第四个是儿子 我就想要有点赚 你知道这些东西 真是搞这些汤墙 不要太极了 趁现在市和 不要搞这些东西 好了 恭喜波叔 这个位置如果真的卖了 好事 也套演一下 我不给分了 因为我不敢肯定 卖了没有 免得搞乱人家单丢 好 恭喜卖家 下去 再来 咯 行 咯 不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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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